來了來了 首先先跟大家不好意思一下 因為我們從台中下來 所以我們還是大學生 然後我們獨立創辦這本雜誌 所以今天本來晚上還有課 但是臨時接到國姓哥的電話 想說我有這樣的機會 那很難的就過來 我們分享一下我們一路的歷程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本雜誌 然後 中間是我們的世界 其實我們的世界有很多 像我們現在在這裡形成一個小型的社會 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關於小人物之於這個世界 還有我們後來成立了一個工作室 叫做實際文化事業 然後我是今天的主獎人 我是實際文化事業社的負責人 我叫沈大祥 靠前 按右 對 按右 首先就是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處在的世界 我們到底是 為什麼在這世界 然後我們的世界就是長什麼樣子 大家都知道關心的力量 之前香港有作家他在說 他發表了一篇言論叫做 如果這個城市毀滅 那麼死因會是沉默與冷漠 這句話在我們的雜誌上面有寫到 我希望大家可以付出關心的力量 關心身邊的人 從一開始我們出生在家庭 我們可以關心我們的家 再來我們把我們的關心放出去 我們可以關心我們的家人 到後來我們有了朋友 長大了 我們去關心我們的朋友 更大的時候我們去關心我們的故鄉 再來我們關心我們在的國家 台灣 最後我們把關心再更放出去 我們去關心整個地球 那為什麼這本雜誌呢 有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 我身為一個大學生 但我在年輕人的世界裡面 我似乎看到了 我們缺少了這個力量 我們少了關心 關心的力量取決於什麼 取決於範圍 我覺得隨著我們的年齡增長 我們必須去關心的議題 應該要更 要越來越大 我們不可以從以前到現在 或是到未來 我們永遠都只把我們的關心 放在家裡面 我們長大之後 如果我們賺錢 是為了單純的養家 或養我們自己 我覺得這是不夠的 那會變成是一個很自私自利的社會 我們每個人都想要去掠取資源 每個人都想要去賺更多的錢 有更大的權利 像現在很多社會運動在反抗的事情 也都是一樣的 再來談談我們想要的世界是什麼樣的 財富 大家都想要賺錢 因為我們想要有個好一點的工作 生活環境 我們想要過好一點的日子 權利 我們念了那麼多書 然後我們在社會裡面 很努力很努力的生存 我們要的就是權利 我們想要買好一點的房子 住在很大的洋房裡面 我們想要讓別人看我們覺得 欸你很棒 你很厲害 我們想要開瓶車 我們想要有很大塊的土地 都是一樣 但是這些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嗎 我們身為一個大學生 我們受了高等的教育 甚至我們到後來找了工作 我們在追求的是這些東西嗎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反思這個問題 這也是 為什麼小人物雜誌它會創辦的原因之一 現在我想要請大家去思考一下 如果明天 如果二四小時之後 就是世界末日 如果我們都即將死去 我們想要做什麼事情 可以大家大概兩秒鐘思考一下這問題 我想大家很直覺會想到 我們要嘛就是等於死 要嘛就是有所貢獻 如果只剩下二十小時 我們可以生活的話 我們要做一代幣嗎 或者是我們把我們最後的力量 去付出給別人 去貢獻給別人 去貢獻給別人 這在我之前的演講上面 也有一個長輩 他曾經提到這個問題 我覺得很有趣 在每一個回答這個問題的人 他都會想說 欸我需要去 我希望可以打架給我的朋友 我希望可以跟我的家人聚一聚 我希望可以跟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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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我們人 在最後死前 認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什麼叫貢獻 如果我們今天已經決定 我們明天是世界末日了 我們想要做點什麼事情 我們不想等死 我們想要有點貢獻 改變 影響 跟啟發 就是三個不同層次的東西 首先從我們自己開始改變 我們的心態需要改變 我們的想法需要改變 之後 我們改變了之後呢 我們必須影響別人 要如何把這個正向的影響力 帶給別人 當我們把這東西帶給別人之後 要如何讓他們有一個啟發 這是貢獻 實踐、行動跟執行 這也是三個不同層次的東西 實踐 就像我們現在 我們剛開始 可能只是第一步 我們先找上國姓哥 然後運氣很好 我們只是一個念頭 說我們想要做這件事情 國姓哥給我們一些建議 那我們也聽進去了 這是第一步 我們實踐了 至少我們不是只是想想而已 行動 當我們有這些建議 有這些長輩 給我們的意見也好 那我們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我們開始採訪 我們開始找人 我們開始收集我們需要的資源 需要做的每一步 最後我們開始執行了 在11月25號的時候 我們順利的把雜誌生產出來 順利的邀請到了全台灣三十所的大學生 大專院校一起參與這個計畫 那 以上這些到底是為了什麼 剛剛國姓哥也講得很好 雜誌不可能賺錢 雜誌要生存實在是很困難的那件事情 但是我必須講老實話 我們這群大學生 其實 我們不缺錢 如果我們今天已經出了社會 如果我們今天已經找了工作 我們的家庭要承擔 我們有可能很多的負擔 很多的包裹 那我們怎麼可能敢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今年大二 我必須很快的開始執行這件事 因為我自己也很怕 如果等到我畢業的時候 我已經沒有那個力氣 沒有那個勇氣 去做這件事情 什麼叫貢獻 貢獻就是不求回報 延續上一個問題嘛 如果二十四小時之後 我們都將死去 我們去為別人做出的貢獻 我們去為社會做出的貢獻 我們會要求什麼嗎 我會說我幫你做這件事情 你要給我一百塊 你要給我一千塊 應該是不會吧 什麼叫貢獻就是不求回報 貢獻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是 每個人都要做自己 唯有做自己的時候 你才有可能有所貢獻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 跟短處 我們現在台灣的教育呢 他們把我們行訴成同一種人 每個人都去追求當軍人 每個人都去追求當公務員 當老師 當律師 醫生 可是 當我們全部都是同一種人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有所貢獻 如果我們今天當軍人的目的 並不是為了保家衛國 我覺得那根本就是 屁 那我當軍人的目的變成 我想要領終身奉 我想要領那筆薪水 那這個人 他在軍旅生涯中 就不會有所貢獻 那這個人 就不會有所貢獻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發想呢 因為我跟 傳閱 我們兩個發起人 都是軍銷生出來的 現在要談談我 剛剛前面一開始我們的標題是 小人物 世界 跟實際文化事業 這是我 我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的世界 讓大家都很認同這一點 我們的世界裡面一定有我 如果我死了 我的世界 就等於沒了 那我們要如何在 我這個世界還在的時候 有所貢獻 我本來覺得很失望 在我離開軍校的時候 我希望 我理想中的大學生 我理想中的年輕人 都是對社會他們抱以很高的期待 他們很認真的去做一件事情 希望對社會有所貢獻 因為 我是抱此那樣子的心情 才離開軍校 我才放棄當軍人 可是我出來的時候 我很失望 我看到 這世界並不是我想的那樣 每個人都是 瘋狂的打電腦啊 打電動啊 或者是 我們在追求的 並不是一個 學問上面的累積 我們在追求的是 教授你會不會給我60分 我認為 這樣子的東西是不夠的 就在我很沮喪很沮喪的時候 我覺得這世界怎麼會這麼 這麼令我失望 我看到他們 這是小人物 也就是我們雜誌 他們在報導的人 他們這些人 可能跟我一樣 沒有什麼資源 我沒有錢 沒有背景 我們在社會上 也不是有地位的人 就是一個很平凡的小學 學生 他們是小人物 他們在沒有資源的情況下 竟然可以做到 讓我很感動的事情 他們負債 但是他們願意去推動一個社區營造 也有 也有 插畫家 他們 他們 做的創作 並不是為了賣錢 而是希望 別人可以從他們的創作上面 得到一些啟發 我覺得這些東西給我很大很大的影響 因為 我們常常都想說 我想要做什麼 我想要做什麼 可是我們最後沒有去做 我們最後都沒有去做 原因是什麼 我們就騙自己說 我沒空啊 我沒有錢啊 可是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這是因為 沒有時間 沒有精神 或者是沒有財力 去支持我們要做的事情嗎 這張照片它對我而言有一個很深很深的意義 它是我 但是它跳起來了 我很喜歡跳這個動作 我想大家看到 網路上面啊 很多年輕人 或者是中年人也好 他們很喜歡拍跳躍的照片 為什麼這樣的照片 讓人家看起來很有張力 很有活力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 跳這個動作 它跟 站起來不一樣 它跟往前走也不一樣 像我們現在看到很多小人物 我覺得 最能夠形容他們的就是 他們跳起來 為什麼 我們常常就跟年輕人講說 同學們你們要站起來 你們要站出來 一直支持什麼事情 一直去捍衛什麼事情 可是我覺得這是不夠的 真正的精神應該是要跳起來 當我們跳起來的時候 我們並不會知道我們落地的時候 會落在哪裡 我們不知道我們下一秒是跌倒 或者是站得好好的 我們不知道我們是不是會受傷 可是當我們只是站起來的時候 我們只是跟別人一般高 唯有當我們跳出來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看到更遠的地方 我覺得這些小人物給我很大很大的啟發 他們就算沒有資源 但是他們也要咬著一口氣 為自己的生命 為自己的人生跳一次 這張講太久了 也是因為這樣 我看到了很多小人物感人的故事 很多給我的啟發 所以有了我們 也就是我們現在這個團隊 我們決定讓這些小人物被更多人看到 我們希望這些故事它可以感動更多的人 讓更多年輕人也好 或讓更多被感動的人也好 他們願意跳起來 可能為社會也好 會為自己去做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發行了這樣子一本雜誌 謝謝大家